四若成,国者清 来过这里的人都说 这是最清净,最解压,最纯粹,最良心的寺院 这是中国佛教第一个宗派,天台中的祖庭 日本韩国每年都会有很多僧人前来认主归宗 始建于公元598年的国庆寺 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 寺里的僧人们一如1424年前一样 种田念经,于事无争 身为五位景区,天台精华 国庆寺却不受门票 两元钱的斋饭可以吃得很好 寺内香火旺盛,人多拥挤 却不吵闸,不吵闹 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 山门前远望是三随之一的随塔 是晋王杨广为了报答智者大师的寿界之恩 而兴建了一座高59.4米的佛塔 随塔身受岁月洗礼 现在已是满目疮痍 七佛塔,又称迎宾塔 是为了纪念过去的七位老师而建的 一行禅师塔,这个就有点意思了 因为一行禅师是秘中的一位主师 天台中词远为何为他建塔在此 国庆寺跟一行禅师有什么姻缘呢 一行禅师是唐朝高僧 同时也是一位天文学家 年轻时因知识渊博,闻名于长安 一代女皇武则天的侄子 武三司就盯上他了 想把他纳入麾下 一行本人不喜欢官场的尔语我诈 更喜欢寄情于山水的修行生活 为了避开武三师的纠缠 便剃度出了家 虽然成为了僧人 一行禅师依然没有放弃对天文学的研究 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他改进了张恒的设计 制作了水运魂天仪 这是个啥东西呢 就是靠水力运转模仿天体运行的仪器 还有个强大的功能 就是可以测定时间 了不起啊 高科技 一行禅师另一项成就 就是编制了大眼力 对中国古代历法做了升级 一行禅师在编撰大眼力时 遇到一个计算上的难题 他听说国经寺有位高僧精通算术 便长途跋涉到国经寺百事学艺 在一行禅师来到国经寺的前几天 寺内的住持曾对寺里的僧人们说 水溪流,宾客制 生人们听了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摸不着头脑 原来国经寺边上有两条小溪 称西渐和北渐 在山门前汇合之后呢 就向东流去 当一行禅师千里迢迢来到国经寺啊 被寺前的景色所吸引 便坐在丰安桥上赏景休憩 此时刚好四北下起了大暴雨 雨水从山上流下来 顺着北渐奔泻而下 而奇怪的是呢 西面并没有下雨 西见水少 本来山水向东流 因为东去的河道狭窄 北面的溪水湍急凶猛 到了交汇处呢 便有一部分水向溪流去 就形成了水溪流的景观 一行到此水溪流 也就应了国经寺住持的预言 后来也就成了虚心求教的美谈 感谢观看